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房间留了一封信 信上写的是 无感拿太穷了 我也留在日本工作 然后销售不见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 订阅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大家好 我是刘坤 今天是去那个 咱们中国老乡那地方去拿个酒 我前几天拜托帮我买的酒 人家现在是说是到货了 让我去拿 本来昨天到货了 但是昨天有事 今天我刚下班 现在下班之后 然后从那路过一下吧 不是路过一下 专门去取一下吧 把酒拿回来 哎呀我真的是想了好酒 找了好多地方没买到 这山崎终于让我买到了 留着等我爸什么时候来了 一块喝 这酒虽然说不是好酒 但是怎么说呢 物以稀为贵吧 有很多东西都是物以稀为贵 你本来是平常卖的时候 也不想去退尝那个味儿 他就是因为不卖了 好像说是因为那原材料的问题 好像是山崎 还有白粥啊 他们不做了 所以就感觉大家都想买了 特意求咱们那个中国的老乡 帮我去弄两瓶 我来吃饭 吃饭 饭做好了 九月零回来了 锅鸡灌银 猪肉炒茄子 还有一个味噌汤 煎的鱼 还有鸡蛋 还有一个是这个叫小鱼鱼配的那个黄瓜 还有海带 九月零拿回来了 两瓶白粥 两瓶山芹 留着我爸来了 一起喝吧 不是一大哥大姐 看过视频吧 如果看视频 再说一次谢谢啊 麻烦你们 谢谢谢谢 几里坦が持有 我就喝喝这个吧 几里坦が持有 爸爸 奥莱茄子 你父亲有点油 你気を付け 嘿嘿嘿 好多的 我先喝这个酒 我先尝这个酒啊 这个酒我个人还是感觉比较不错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酒太甜了 有个苹果味但是太甜了 如果女生喜欢喝酒的话 我感觉这个酒尝一尝也挺好的 今天来聊事啊 聊今天看的新闻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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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说 关于乌赶达的一个选手团 他们来九个人 有人查说是阳性了 就一个人被隔离了 其他的就是照旧 说大巴 这个选手村 我真的是无语了 后来发现问题就是 乌赶达选手里边有两个人 不只是一个选手 因为每天都要做 核酸检测 所以很莫名其妙吧 更奇葩的是 乌赶达选手 九个人 还有一个选手更奇葩 因为他每天都要进行那个PCR检测 所以 有一天去PCR检测 去检测的那个人的时候 有一个选手 那个人去 两人不在房间 房间留了一封信 信上写的是 无赶拿太穷了 我也留在日本工作 然后消失不见了 当于是自动黑在日本了 我的天哪 还有与这个新闻 有紧密联系的 选手村的时候 包括运动员 包括工作人员 每天都会做PCR检测 昨天PCR检测 所有的人员加一起 有15个人员 是阳险 我的天哪 但是 大会主委会说 不是选手 是工作人员15个 你们害怕我害怕 反正我听了 我感觉非常害怕 工作人员 能接触到很多国家的选手 做过一期视频 说日本的 咱们中国代表团 说日本对于这个防疫 做的不够严密 我还读了好几个 就是日本网友的留言 评论 我做这条视频的时候 我只是想说明 日本奥委会 他们对这次的奥委会 我感觉做到 还不够严谨 应该把规则做得更严 更细一点 才会好的 我不是反对 奥委会也要反对奥委会 我是觉得 奥委会既然决定要办了 那就在各国选手 安全的情况下 去办这件事 让他们可以去安心的比赛 让他们可以去安心的竞技 我感觉这才是奥运精神吧 运动员们 一边被战场奥运 一边担心 会不会传染 自己的运动生涯 会不会结束 我感觉这种份额 不是很好吧 我真的是 衷心祝愿 那个奥委会 能正常的 安全的举办下去 也祝咱们中国的代表团 能多多拿金牌 加油 好了 喜欢视频点 关注现在点点赞 评论之后 我们下期拜拜 这个视频 如果喜欢的 喜欢的 留言 留言給我一下